欢迎新朋友关注,我是禅官 今天我们读第一部分第一章《死亡与觉悟》 愿我们的导师知智慧之光照亮我们的心灵深处 愿我们深刻领会其教导并将之付诸行动 自我们孤孤坠地之时,四大河流声、病、老、死 便伴随着我们的步伐,引导着我们不懈向前 从踏入母亲怀抱的那一刻 直指生命之中章,人间的每个灵魂无疑幸免于此循环 终将离世,这是我们共同的宿命 唯一未知的是时辰之顶 生命之河引领我们逐渐步入暮年 不论外表如何年轻,岁月终将在我们身上留下印记 绝不可自欺欺人 沉浸于年轻与健康的错觉中误以为时光上场 无需等待死亡的预兆显现 因为它早已悄然降临在我们每个人身上 我们的诞生便是死亡预兆的开始 因此,必须从现在开始深刻反思死亡的现实 若等到死亡临头才去思考,届时将难以面对 最关键的是,如果我们在此生中忽视了对死亡的深思熟虑 当死亡步步逼近时,我们将无法觉悟 应从现在开始培养觉悟 习惯和修行的力量将在我们临终之时成为我们的指引 确实,藉由精进的修行,万事皆能化繁为简 因此,若我们在生命中深思死亡 将会发现,这能在我们临终之际强化我们的修行与觉悟 生命之河不仅引领我们渐渐步入老年 亦带领我们顺流而下疾病之河 最终引我们之死亡之案 细思极恐 当今世界上层出不穷的疾病种类 慢性疾病潜伏 或许伴随数十载,甚或终生 而有些病症扑如其来,无法医治 另有疾病悄然发展 待我们察觉时,已是病重难遇 当我们病重到了危机之境 死亡的暗示便开始显露无遗 倘若我们有所觉悟 每个人都将能辨识这些暗示 众多人生与美国这片土地 得以接触丰富的知识资源 然而,真正至关重要的乃是正宗的佛法教义 我们或许有幸结缘佛法 获得宝贵的教导 但常常缺乏恒心和努力去实践所学 关于死亡、临终教导 以及意识转移、中阴的教义 乃是至高无上的法门 对于修行者而言 霍华法易于获得 也是最为容易掌握的 我们应尽可能多地接受此类教法 从而增强与波瓦法修行的联系 使我们在临终之时 能达到更加淡定从容的境界 死亡 这不可避免的真理 是毋庸置疑的 正因如此 我们无需对死亡心生畏惧 若在生命的中末时刻 感受到极度的恐惧 其结果无非是陷入六道轮回 再次被卷入生 苦、死的无尽循环 我们应当深思这一点 在藏传佛教的传统中 诸多尊贵的喇嘛 能够遇见自己的终结时刻 他们往往能确知自己何时离世 人们好奇 他们是如何毫不疑虑地 预知这一时刻的 答案其实颇为简单 他们通过积累对死亡征兆的丰富经验 已经觉悟 因而能够精确地预知 感官衰退之时 这使得喇嘛或瑜伽修行者 得以在深奥的佛法中安住 实现难以置信的成就 例如 在临终过程中保持禅修姿态 身体出现收缩现象 一种接近究竟证物的征兆 乃至实现红身究竟证物的显著标志 在这些伟大修行者遗体火化后 会显现额外的征兆 如形成射粒子 Renssel 即发光的珠子 射粒子之生成 源于这些杰出瑜伽行者 在生命中末之刻 坚守于其喇嘛 所传授的核心教义之中 在西方文化中 老年人往往在养老院中 度过余生 等待死亡的降临 他们常常选择 不依赖自己的后代 或拒绝接受他人的援助 许多时候 他们的子女 由于繁忙的生活和工作 无暇顾及父母的需求 若子女有能力照料自己的父母 那么父母应当接受这份孝心与关怀 这样一来 子女便能亲眼目睹 父母逐日衰老的过程 同时见证他们临终的时刻 从而自然而然地 引发对死亡的深层思考 在我们的一生中 我们常常过分关注 对身体的保养和物质环境的维护 而忽略了对死亡时刻的反思 显然 我们无法带走任何物质财产 唯一伴随我们离去的只有意识 更准确地说 只有意识能够领悟和体验苦难的真相 最重要的是 正是在临终过程中 意识得以转化为智慧 我们将绝大多数的时间和精力 投入到维护物质世界和身体健康上 然而 我们真正应当做的 是专注于精神修行 意识到这一点 有助于转变我们的关注点 并激励我们坚持日常的修行事件 以昏迷状态为例 可帮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这一现象 当我们处于昏迷状态时 我们的身体和意识并未真正分离 我们只是失去了对自身状态的感知 因此无法感知身体发生的变化 这与临终过程中的体验相似 在那一刻使我们的意识在经历一切 包括恐惧感和人生经历 当然可以继续提升原创度 为此我将进一步改写这段文字 使用更加独特的表述方式 增加新的观点和深度 同时仍旧保持原文的核心意义 我会尝试融入更多的文学性语言和比喻 以符合中国顶尖小说家的风格 并且在保持原文含义的基础上 增加更多的内容和细节 以进一步提高其原创性 重写的内容如下 在探求关于中末时刻的奥义 领悟大圆满 大手印等殊胜的坦托罗诸法门时 我们必须时刻铭记 这些不仅是教诲 而是智慧的灯塔 照亮我们通向解脱之路 它们不仅是知识的源泉 更是我们心灵深处的指南针 我们应致力于将这些教义内化于心 使之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这样 当我们行止生命旅程的终点时 这些教义如同内心的明灯 照亮我们从中阴的困惑中解脱出来 若我们未能在平时深入钻研这些教法 即使在生命的最后罐头 有人为我们引诵西藏不王经 The Tibetan Book of the Dead 这些智慧的种子 也难以在我们心田中发芽 西方学生喜欢在聆听佛法时做笔记 但我时常思考 他们是否真能将这些笔记 转化为自身的智慧 你应当不仅仅整理这些笔记 更要将它们融入自己的思考与实践之中 以个人化的方式重构这些教法 让它们成为你独特的精神财富 避免空洞的附属 而是应当以个人经历和感悟为引 将导师的教诲刻露于心 并日复一日地沉浸于这些教法之中 这样 当生命走到尽头 若有知己为你诵读这些教法 你将能轻而易举地回想起这些教法的精髓 并在心灵深处找到平静与解脱 在深究达摩的学习路径中 我观察到西方的追求者们 怀着一种自力更生的精神 渴望亲身实践佛法的每一环节 在这种情形下 我们应当以更加坚定的姿态负起对自身修行的责任 策划一份全面的修行蓝图 让我们能够在心灵深处体验生命终点的深意 同样重要的是 将我们的同情者纳入这个计划 让他们在关键时刻提供助力和慰藉 但若我们未曾在日常生活中真正地投入经济修行 即使制定了应对死亡的详细计划 也不过是自欺欺人的空想 我们可以从佛法中吸取智慧 与喇嘛建立深刻的精神联系 但修行的本质在于亲身实践 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 修行并非时间的制约 而是意志的体现 千万不要以日常繁忙为借口 欺骗自己 即使在最忙碌的日子里 我们也总能找到片刻安静 用以涵养心灵 培养临终时保持清醒意识的能力 是一条漫长且逐渐深入的修行之路 若我们从现在开始就以坚定的步伐前行 死亡的征兆将成为我们修行的指南针 在生命的终结时刻引导我们觉醒 我最近开始学习驾驶 发现在驾车时需要高度的专注和警觉 观察周围的驾驶者 他们似乎不需要如此的注意力集中 他们可能从年轻时就开始练习驾驶 对他们而言 开车已经成为一种无需刻意的自然习惯 打磨修行与驾车颇有相同之处 在修行的初期 无论是行走 近视 静坐 睡眠 还是驾车 我们都需要刻意练习 保持觉悟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修行将逐渐融入我们的生命 变得如同自然呼吸般轻松 修行大圆满并非一项高不可攀的挑战 而是一种生活方式 它就像开车去杂货店一样简单自然 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圆文在讨论觉悟训练和修行的过程时 提供了一些基本的观点 但在深度 细节和个性化表达上存在改进的空间 为了增加原创度 提供新的视角 并加深对修行过程的理解 以下是对原文的重解和扩展 在探究心灵觉悟的旅程中 我们了解到 这一训练根植于我们周遭的世界 在哪些常常被忽视的日常事物中 当我们通过实践积累经验 我们开始敏锐地察觉那些日常缘分 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事物 实际上成为我们禅修安住的催化剂 随着我们的修炼日渐精进 我们会发现在特定环境下 禅修变得轻松自如 或者是某种特定的缘分或周遭的能量 会带给我们深层次的启示和帮助 这不仅提升了我们的警觉意识 也加强了我们安住于本性建行的能力 因此 对外部环境的深入研究 以及我们与之互动的方式 成为了修行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正是这些日常的互动和行为 在总体上丰富并强化了我们的禅修体验 在这个过程中 唤醒和维持修行的动力至关重要 我们必须认识到 当身处疾病或痛苦时 记起并坚持修行显得尤为困难 觉悟不是从天而降的恩赐 而是一个逐步实现的过程 这是我们必须时刻铭记的 我们不能期待立即获得觉悟或瞬间掌握修行的技巧 因此 我们需要不断提醒自己 修行和觉悟训练的持续重要性 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们经过不懈努力的觉悟训练 将逐渐转化为一种毫不费力的状态 这种状态被称为本觉 一种本出不二的认知 意味着深刻的安住于渐行之中 这是一个将日常生活与深层次的精神实践 融为一体的过程 其中包含了对心性的深刻洞察 与不断的自我觉察 通过这种方式 我们逐渐达到了与自身本性和谐共存的境界 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修行者 原文中的故事虽然动人 但在深度和细节方面存在一定的欠缺 为了提升原创度 并且保留原文的核心意义 以下是对原文的重解和扩展 执在加深故事的内涵 并且以具有中国顶尖小说家的风格和感情进行叙述 允许我为您叙述一则 关于死亡准备的故事 它既深邃又触动新鲜 在我的童年时光 我曾有幸拜访一位本教大师 他以其深奥的修行和智慧而闻名 这位大师生前的喇嘛在原济后 成功实现了罕见的鸿参成就 大师居住在一个朴素的小室内 其简陋的桌上 静静地摆放着一座精巧的佛塔 当时的我 充满好奇和顽皮 向大师提出了许多问题 我对那座小佛塔特别好奇 便问极其意义 大师平静地回答说 这座佛塔是他为自己的圆寂准备的 届时它的遗体将被安置于其中 我感到困惑 因为大师身材魁梧 看似不可能放入那般小巧的佛塔 于是我提出疑问 大师微笑着回答 他必须通过修行是自己的身体 得以适应这个佛塔 否则拥有佛塔也无用 他的话语中透露出 对自身修行成就的绝对自信 仿佛已经遇见了自己成就红身的一刻 多年后 我得知这位本教大师的身体 在圆寂后真的开始显著缩小 几乎要达到红身的奇迹 然而 在关键时刻出现了意外的转折 大师曾严肃地吩咐他的侄女 他圆寂后的七天内 无论发生什么 都不要打开他的房门 并让他宣誓承诺 但那个年轻的女孩 出于对叔叔的关切和好奇 大约在第五天时 忍不住打开了房门 这一行为意外中断了大师身体的变化过程 如果那时他能遵守承诺 不打扰大师的圆寂过程 大师或许真的能够完成红身的转化 这个故事不仅令人深思 也映射出在修行道路上的坚定信念 与外界因素的微妙影响 大师的故事成为了一段不朽的传奇 让我们反思生死 修行与信仰的深层含义 以上就是我们本期分享的全部内容 我是禅官 期待您的留言互动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